瘦肉精无所不在 在美牛之后 澳洲牛也已经沦陷了 卫生局机查了嘉义全联新业门市 发现他们所卖的澳洲牛的火锅肉片 含有另外一种瘦肉精的成分 叫做奇帕特罗 那么它比美牛所含的莱克多巴胺 还要独上15倍 那么上游的肉品供应商是 育国食品坦言生产线把关上游所疏失 目前已经卖出了3000份 卫生局的机查人员 今天来到门市机查 要确认是否已经全数下架 育国食品贩卖到全联门市的澳洲牛肉片 被检验出含有比莱克多巴胺 毒性高出15倍的奇帕特罗 这么毒的问题牛肉 卫生局也很紧张 带队机查要看看究竟下架 有没有落实 育国食品专门的冷酸 目前不敢吃怎么做 当然会担心 澳洲牛含有瘦肉精 消费者消极做法 直呼不敢吃 而上游供应厂商 育国食品出面坦承 生产线的把关有疏失 我们昨天去清查结果 应该是有混到 其他国别的牛肉 是我们在生产的 所以有混到 好像是 中南美洲的 推脱生产线 混到巴拿马牛 但结业数据不会说话 同样是混成牛肉 还有自华特鲁的这一批 是育国食品在去年10月31号进口的 主要都是以火锅肉片销往各个下游厂商 当时一共进口3010盒 卖出3000盒 只剩10盒库存 目前已经被卫生局封查 进卖 而卖出的3000盒问题澳洲牛肉 厂商坦言出货到全台湾各个全联盟市 可能供应给下游零售商 或是其他消费者 但为了避免被吃下肚 目前已经要求全面回收 所有的通路厂商 针对这一批有问题的牛肉 就要全面的下架 澳洲牛也沦陷 验出还有比莱克多巴胺 更毒的瘦肉精成分奇帕特罗 尽管遇过食品 全面回收和清查 但对市场性情 已经造成伤害 中天新闻 六人王一超 周大侠SNG小组 台中南投 综合报道